武术搏击请牛逼我们能战胜日本放屁 对不起放屁 咱们整个的中国期待好点的拳击拳手 包括徐灿什么的 都是他妈的学习日本的拳击技术 拳击学习是人家日本的 咱们中国的中国武术散手发展起来 摒弃了一些假逼的装逼的虚假的传统武术 咱们学习的就是日本的空手道 就是日本空手道大战 知道吗 日本的K1的比赛 咱们原来中国最好的选手都去参加 只有一个人打进了四枪 其他的基本上全是在第一场或第二场 咱们就输了 包括最早的散打的大师 像滕军 像安虎 像开杯手张家坡 等等等等 你们可能后来才知道谁是康恩 其实在康恩之前 有很多中国人去打日本的比赛 都煞雨而归 我需要东知道 你们很多不知道 我告诉你们 中国的MMA的所有的搏击技术 不仅学习巴西手术啊 谈也大量的学习日本的一些东西 因为日本跟美国那会儿确实世界的两大格斗国家 美国有UFC 日本有Pride 还有Shudo 还有K1 那会儿的日本的搏击是世界第一 所有比赛很多 世界上最牛逼的人都去哪打比赛 包括FIDER啊 包括MIMICO啊 包括各种各样的 所以跟大家很多不懂的 说中国武术跟日本武术比啊 搏击比 咱们厉害 咱们有李景亮 张铁拳错 全错了 张铁拳打的最惨的一场比赛 因为这场比赛就此退役的 就是在被日本人直接KO的 在UFC上 之后张铁拳就退了 不打了 其实他还有两场比赛的合同 李景亮跟日本选手打的话 李景亮是生生的被勒晕了 很多人说 李景亮精神很伟大 宁可被勒晕了也不投降 是此如归 不是这样 直接选手都会保护自己 都会保护自己 李景亮也不是因为这个 而认输 大家别胡说八道 因为对手 他的脚技太强了 迅速的去让李景亮 锁出驴匠让颈部 让他静动脉无法的血液和空气流通 李景亮想再扛一会儿 看能不能有机会能拔出来 但是没扛过去 已经晕了 他都来不及排敌人数了 知道了吗 所以你说日本的搏击 日本的搏击领先中国很多 你包括 你说中国我们有拳机有周世明什么的 谢菜吧 周世明他就不说了把他丢不丢人 一个日本的搬装工 就把周世明给打哭了 还在他妈我们天 中国南京的五台山体育馆 没错吧 2017年吧 就17年 多惨啊 之后呢 日本轻量级引领全世界啊 井上上民 他比帕奎尔拉的 他的影响力还要高 很厉害的 同志们 就不要再拿武术 日本武术跟中国武术比 就觉得中国武术很厉害 中国搏击也很厉害 不是的 所以我在直播我也说了 说中国拿为什么 UFC日本选手不多 其实也挺多的 这第一 第二 日本选手他到处参加比赛 而且日本人的 国内的比赛很多 奖机也很多 很多日本选手 就在国内打比赛 得很多的钱 懂吗 中国你看看 现在这傻逼经济 这傻鸡子社会 有什么波及比赛 丢不丢人 说到这儿 我跟大家再说一个重要的 有些交广告 我好像说我再说一个重要的 阳城湖的大杂蟹 九月份我们开始卸卡 九月底大杂蟹开始上市 到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 月份开始 唐山的缩子蟹又来了 东哥亲自跳到海里 给大家得缩子蟹 让大家品尝 茅台镇的酱香 纯粮 衣窑酱酒 53度 还有东哥的推荐的乌化缸 没有烟油 没有尼古精 这是解饮的神器 也是戒烟的神器 咖啡和茶叶 还有礼盒庄 到送礼的集结 做给亲人朋友 很有面子 谢谢大家 日本本土的比赛 足够养护那些搏击选手 发家致富 中国呢 中国呢 你看中国现在 2024年 还有什么搏击比赛 没了 经济跟史一样 这种的搏击也起不来 我刚才说 说重要的一件事 那我现在就告诉大家 你们老说 我们中国样样上挫 武术之乡 我再冷静的告诉大家 放屁 不仅是现在的政府 不仅是49年建国后的政府 从可以说负责的说 可以从他妈的唐宋元明清就开始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 是不允许诸国老百姓用武的 不允许的 那会是冷兵器 后来解放后还有一段可以拿猎枪打鸟 什么的 后来慢慢的把兵器 把枪都收了 没什么样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封建社会的土地上 这么多几千年了 他不允许老百姓练武 东科我们没有枪 不练枪 我们练练 练练武打打拳 我告诉你们 错 包括此时此刻 现在政府不希望老百姓强身健体 你们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你们都被骗了 政府不需要 为什么你们知道 我打拳我知道 当一个人的身体强壮了 就有了自信 有了自信 内心就会强大 内心就会强大 就会有一个独立思考能力 如果你身体很弱 你内心再强大 其实说实话 改变不了太多社会 他们怕你就怕你们推翻他们 他们就怕什么 大家身体强壮 身体强壮 自然的就会独立思考 那么强壮的人 抱团之后 会发生什么 这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所以 我此时此刻 告诉大家 中国不是一个上武的文化民族 不是 你们仔细看看那些金庸伟龙武侠小说 大部分的全是好吃懒做 或者泡妞 突然得到了武艺 或者是苦了很多年 也没有成果 也不会怎么练 突然练成了九阴真经 突然练成了甜坤的诺依 对吗 你们想想 唯一的只有乔峰 对吧 他在降龙直巴掌 他是练 但是你们从天龙八部仔细看 写过乔峰小时候仔细练武 授业恩师 怎么练出这么精重的东西吗 没有 所有的这些小武侠小说里写的 没有任何推广力 让你寒暑 主动的去练武啊 去进步一点点的提高 成为一个猛人 我说的是大部分 当然也可能有例外 但是我要说的是绝大部分 但是绝大部分都是突如其来的天上降了一天花板 让你什么都会了 所以你们仔细想想中国是不上武的 跟日本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 中国是不上武的 日本是真正上武的 你泰拳牛逼 日本人就用空手道跟泰拳打 就去泰拳的本土 最后日本空手道最牛的人 被泰拳王直接飞骑KO 那那个日本人做了什么 日本人做那个人回来之后 就玩命的练练武 练了一年左右 又杀到泰国 在本土 泰国人用什么骑把他打晕了 他就用什么骑把人打回去 你说说这他们怎么办 我说的都是真事 没有一个假的 我全说大实话 其实今天还要说好多呢 我就不说了吧 但是现在的日本人呢 就日本的华人呢 就像小野亮那样的 原来我就骂他 我说你看出事了吧 小野亮现在呢 到处被人抓被人找 为什么呀 涉嫌 我说的是涉嫌 因为我这也是日本的一个 不错的跟小野亮 共过事的人告诉我 但是我不知道真假 我只是说出来 现在小野亮涉嫌什么呀 涉嫌收了一个中国人 五十万人民币 完了跟他换日币 人家还有小野亮没给他 或者没给他全部 人家到处找小野亮 还骂小野亮 还有他整天开法拉利 和现在老子拉斯炫富 很多在日本坐二手车的华人都告诉我 说这他妈是二十手 就是三十万人民币的法拉利 四十万人民币的老子拉斯 我说我操真牛逼 当然我可能听他不说的夸张 但是有一点就是肯定没有那么贵 他炫富就炫富吧 小野亮这人我还那句话 他炫富就炫 炫富不是错 小野亮怎么炫 我都支持 真的 但是别装傻逼 别傻了吧唧的 在人家大街上看 唱那个大刀枪 像鬼门上砍去 你既然受到了人家 他妈的日本政府的好 吃喝人家 完了时候泡人家姑娘 完了拿人家的福利 享受人家的文明的素质 还在那骂着人家 你这不是傻逼畜生 你这是什么呀 就说到这儿了 感谢大家 公交送礼 刚才我也发了那二维码了 大家相信我 买些酒 买些螃蟹 真的送礼非常好 茶宴现在是最低价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讲 还有咖啡 大家自己喝 我东哥推荐的咖啡 确实不错 乌画感我也不说了 戒严神器 这就是非常解饮的 也没有焦油 没有尼古丁 对你嗓子没有威胁 放心吧 说东哥 你怎么整天大转气呀 只要我吃的好胖了 就大转气 其他时间都挺好 大家不用关心 这种关心啊 经常看我视频就知道 东哥的拳管就在这里 支持的 谢谢来看看我 想报名链呢 欢迎 东哥 教权 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的 诱人 欢迎 周末是孩子班 是最好的 教孩子 搏击格斗的地方 是最好的 我记住啊 我可没说 执一是最好的 不用低调 来看看就知道了 谢谢大家